我感觉我一颗找一颗 一颗树栽一点我都吃完了 像这种绿的它们是不栽的 我尝一下好不好 也是甜的 只是有籽 也是甜的 只是它会有籽 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往中大果去拍 小果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个特价给大家 小果确实口感会没有 大果是那么好吃 因为它果肉比较厚 脆甜的时候 果汁也没有那么多 口感的话肯定没有大口吃起来那么满足 这个剪瓶就可以了 这个金菊它不仅仅是水果 而且还是可以入药的 吃了对身体比较好 比较难剪 最小 这个你们 阿姨你们一天能剪多少斤啊 五六百斤 五六百斤 你们是按经济建的 多少钱剪一斤 多少钱啊 一块还是几毛 四毛 四毛 它不挑的哦 它就负责剪 然后有人专门挑 那是 第二次啊 真是 啊 这个是 不干是不是 嗯 不干 不干就不理 不干就是一毛啊 小连要不要来帮煎果 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请的阿姨 是果农自己请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捡果的一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磨里面的好漂亮 这个就比较大了 比较均匀了 红通通的 这些阿姨还没有栽的 果子其实最主要是好吃 天然 像我吃的话 我就喜欢找花皮的来吃 更甜 这个好大 金菊的话它不一样 它不是像握干 它可以长得很均匀 金菊的话 它是比较难长得均匀的 而且金菊它的打底成本比较高 朋友们可能第一次看到金菊 挂在树上 不懂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的一个大小 是差别很大的 你看 每一个的大小 但是摘下来之后 它要全部去筛选 等一下我带大去开筛选的地方 这是机器悬果的大小 继续去分 我一天停的坐着 你自然的那种光 追不着曾花月 过多少风格 我有你的成长 你是我的